各位好啊 这两天我们北美这儿有一件事耍评了 圣地牙哥有一47岁姐姐叫李彦 据说是野卢的博士 辉瑞的搞官 但是呢好像警神有点问题 前两天美国警察给打死了 令人唏嘘 今天老婆跟大家一块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据悉啊 这节欠物业一笔物业费 物业把它给告了 今天警察来给他发取出令来 警察把门叫好以后 跟这姐姐核实一下姓名 然后就把这取出令给这姐姐了 告诉这姐姐 这是一份取出令 但好像这姐姐啊 并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他看了看这取出令 就问警察 这骂了 这是警察发现 他右手拿着一把猜到 在美国啊 不管有没有对警方造成威胁 只要你持有武器 哪怕你就低个棍子 警察也会认为你是有攻击性的 所以这警察立马就把枪跑了 告这姐呀 赶紧把刀放下啊 马上放下 要不然我可开枪啊 这姐说你谁啊 你哪一位啊 你把枪给我放下 你干嘛的 你是警察吗 你连警匪都没有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 你要是坏人呢 到我们家强动去怎么办 这警察呢 也有点 他根本就没想跟这姐 证明一下自己是谁 证明一下自己身份 他没想 他就举着枪 告这姐呀 你把刀放下 赶紧放下 要不然我可开枪了啊 那意思这姐 要不放在手里那把刀 这事没完 这姐也是个命团 其实也不怪他 他警察有点问题 他就认为这警察是个家人 所以台不放下刀 他刚那警察 你把警匪给我拿好了 我看看你警匪 这警察呢 他就不给他看 两人在这就讲迟住了 一说你把刀给我放下 一说你把枪给我放下 连连对连连航班去 这警察也不敢开枪 这姐姐也不敢处 最后这姐姐啊 把那驱逐令 啪这种外面 然后把门 啪给灌了 给警察气坏了 手里拿枪 不然怎么办 一看回去吧 回去麻烟去吧 过四十多分钟 把他们副警长给叫来 然后又从楼底误验 把这五钥匙给叫来了 这副警长也有点含糊 也不敢开门就进 他在门口就劝对姐姐 姐你赶紧把门开开吧 开门咱有骂话都好说 姐说放屁 我开门你们进来了 我给你们还能数吗 你们根本就不是警察 你们都是坏人 警长一听见了 就冲里面喊话 他说我是警长放放 我们都是圣地牙克的警员 现在请你立刻放下 手里那把刀 马上走出来 在这已经来了好多警察了 整个给劲都围上了 连警犬都来了 这警长一看 咱们劝的姐姐也不出来 告诉手底破门 结果手底把门打开了 这警察就冲进来了 警察手里拿的长枪 不是致命武器啊 打逼一弹的 当时那姐也在卧室门后 警察又出来了 这姐一听呢 第一道就出来了 警察一看他第一道 赶紧就喊 Bin bag Bin bag 慢意思 打BB弹 一听那几声呛呛 不是真呛 是打的BB弹 他打的王八 结果警察一打的BB弹 把这姐给激怒了 这姐举到啊 冲这几警察就哭了 给这几警察吓坏了 墨头就往外跑 结果到门口去 人羊麻烦 混乱之处 这姐把一个警察给刺上 结果警察棒棒棒 乱抢把这姐姐给打死 很惨 也很不幸 但你也不能说美国警察做的不对 这就是命 愿这姐姐一路走毫吧 事件发生后 一名看了这段视频的民权律师说 枪击看起来是合法的 因为这名女子袭击了警察 但她质疑和批评了执法人员在枪几前的行动 她说这是不必要的冲突上级 导致抢占的典型例子 这段视频让我看到了一个出于危机中的女人 她拾去了自己的假 而且被执法部门不必要的挤怒了 这是那律师的原话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 圣地牙恶警局并没有对这起强案做出任何回应 一条显活的生命 就在这么一场毫无必要的冲突中 掉灵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